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因为白小满他相信天主 他信仰天主 因此这些白脸教逼他被教 结果他因为不愿意被教 所以年年轻轻的在25岁就过世了 就被抓去 然后被灵虐 然后致命了 寻道了 白小满很年轻 25岁就过世了 为我们中国人来讲 好像很年轻过世 好像就是没有福气 是吧 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喜欢讲的 可是实际上为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讲 我们不在意于年龄的长短 为有信仰的人来讲 信仰是最重要的 可能十岁就过世 可能十五岁就过世 但是在天主面前 他已经活了 他应该活的生命 天主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圆满的生命 所以他早离开是天主的一个邀请 可以这么说 请他到天国去 跟他降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看法 跟有信仰的人看法 或是天主的看法 就是不一样 今天的福音里头 陆家记载说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如果丧失了自己 或赔上了自己 有什么益处 我想这句话在白小满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为了他的信仰 他不愿意放弃 现实生活上的这些 尤其是他的信仰 因此他赔上了他自己的性命 这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人 好像不容易接受 好像我们也不会喜欢的 可是白小满却因为坚持他的信仰 他不愿意接受白脸教 所要他背教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他坚持他的信仰 结果他丧失了他的性命 所以他应该可以说 为天国而放弃了这些 放弃了他的性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因此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要怕 我们要努力地去按照天主所交给我们的 按照天主告诉我们的去生活 那这就是白小满在生活当中他做的 因为他坚持了他的信仰 所以信仰带给他的比其他的东西更重要 他坚持他的信仰 他甚至也可以放弃他的性命 所以虽然他25岁过时 但是他是有福的 耶稣讲那句话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白小满是很有福气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在弥撒当中 在生活当中 在祈祷当中 请白小满为我们在天上带导 帮助我们也能够跟他一样 有那么坚强的一个信仰 祝福你朋友 祝福你朋友 感谢观看